今天,马云发出一封阿里巴巴全员信,2019年9月10月起,马云将不再担任集团董事局主席职务,阿里巴巴现任集团CEO张勇将接任董事局主席任一职。 对马云而言,时隔20多年,终于能重返最喜欢的岗位老师。 未来,马云投身教育事业和公益事业,帮助更多年轻人、中小企业,马云为什么能如此从容放心? 这一切源于阿里巴巴的合伙人制度和人才制度保障。 2009年,阿里巴巴成立合伙人制度,经过10年的不断完善发展。 目前阿里巴巴合伙人,一共有36名,女性合伙人占到三分之一。 其中有两名是80后,一个是天貌技术负责人吴泽宁,一个是蚂蚁金服服CPO呼吸。 进入合伙人时代后,阿里巴巴就相继完成多次交接。 从合伙人到管理层,阿里巴巴一直在为年轻人提供更多机会。 在阿里巴巴零后已经占管理下部和技术股干80%,90后管理者已超过1400人。 还有一位85后的淘宝总裁蒋凡。 2013年,马仁现任阿里巴巴集团CEO后,越来越少参与到公司的日常管理,极少顾问地务细节。 以至于有记者采访,阿里现任CEO张勇写道,阿里投资200多亿港元给大论发。 可大论发董事长黄明端从头到尾,都没有见过马云,到现在也没有,全程都是张勇搞定的。 阿里巴巴CEO张勇,荒名逍遥子,也是阿里蒂,二任董事局主席。 张勇2007年加入阿里巴巴,2009年主导内部创业项目天猫,通年创造了天猫双十一,全球最大的购物狂欢节。 2014年,张勇提出OIN,无线战略,有了手机淘宝,阿里拿到了移动互联时代的一张船票。 张勇担任CEO三年以来,阿里巴巴继续高歌猛进,市值总1500亿美元,一路标升到5000亿美元。 除了在集团战略蓝图上的运筹帷幄,张勇在组织架构上,也是由任有余,作为十一年阿里人。 张勇每年都会参加阿里日,身上早已充满阿里味,又张勇自己的话表示,本事上我是个不太安分的人,阿里让我找到了真我。 阿里巴巴的愿景是活过一百零二年,整整跨越三个世纪。 今天,马云老师重回讲堂,亲自上课,将阿里巴巴交给阿里巴巴,已经成为一场教科书级别的企业传承。 今天,我 impact你 match这个活动幺的禁定认词。 谢谢观看